我们要来编制一条 以金属线的锅边的一条手链 那一样就是要因为是狗针嘛 所以要先把这个线穿到 把竹子穿到线里面 那我们首先要准备这个28G的金属线 三米的珍珠 三米的珍珠 还有叶形 就是红圆的水滴 以及这个一般的小水滴 那我们在穿竹子的时候呢 顺序是一颗五米的珍珠 再三颗小水滴 再一颗五米的珍珠 三米的珍珠 五米的珍珠 再一颗三米的珍珠 顺序依序上是这样子 五米的珍珠 三颗小水滴 一颗五米的珍珠 再一颗三米的珍珠 五米的珍珠 三米的珍珠 那这个顺序总共要重复三次 这样子是一次 那我们总共要重复三次 好 穿完了 这个三次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加两颗三咪的珍珠 一颗原水滴 再三颗三咪的珍珠 然后再一颗五咪的珍珠 再一颗三咪的珍珠 那也是重复三次 两颗三咪的珍珠 一颗原水滴 三颗三咪的珍珠 一颗五咪的珍珠 就是要重复上次 今天要用的珍珠 因为我们要让它有一点蓬松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用稍微比较粗一点点的 就是大概是2.3mm或是2.5mm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 没有这个size的勾珍 是用这个蕾丝勾珍 也可以 这个蕾丝勾珍1.3mm的话 那这个也可以 可是这个的话 你勾的时候 你就是要把你的珍眼拉长 放大一点点 因为这个比较细嘛 所以如果你在勾的时候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首先我们就要先这个金属线 我们先预留30公分 从30公分的地方开始编 那一样就是起针 线在上针在下 写一个6 那我现在用的是比较细的 如果你有用有比较粗的 我就建议你直接是用比较粗的针来勾 因为我们要让它有一点点蓬胸的感觉 如果说今天我用的这个是比较细的 那你要记得这个针目 你要把它放大 是不能让它太小 就可以到这个中间来 到尾端的地方的那个宽度 那这是细的 那我现在要换成这个比较粗的 这个是2.3至2.5的都可以 那你看就刚好是放进去 刚好是这个 这个的比较粗的勾针 是在前端就可以 那如果你用这个比较细的勾针的时候 你记得那个宽度 是要到后面的这个宽度 好那勾的时候就这边不要再拉紧 就这个右手 左手的这个食指的地方 不要再把线拉紧 那我们首先要先勾这个 这个锁针 好要先勾第一段起地 好那这是起针 那我们总共要勾24目 所以要这样子一目 这是一目 好那 如果有比较粗的 你就直接用比较粗的 好那我要改成用比较粗的了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就连续勾要勾24目 那这个就是在勾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这个上面看起来是只有一条线 然后下面是两条线 两条线这边是里山 加上真木 那这个是只有木的半木 这是半木 这一目就是这样起来 这个是不是 这个一目是不是两条线 但是我们勾了之后 就会变成完成一目之后 它就会多一条 因为这条线进来 这条我们再勾的线进来之后 它就会这里 就会变成是两条线 就下面这里会是两条线 那两条线是里山 所以这是两条线的地方 是半木加里山 那我们要把这个半木加里山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要先勾这里 把它要把 现在看起来在下面 那我们要把它翻上来 变成在上面 翻过来 让它变成是在上面 那这里我们要再勾一幕 那个不加竹子的索帧 一样的勾法 这样子是起立 是让我们的真木 就是翻转过来一下 就是让我们的起立 让有一个空间 那在这里回转的第一幕 我们勾一个不加竹子的短帧 就是细一幕 就是 来 入针 两条线 一起 这个勾针 往外推出去 勾线进来 好 再 拉拔 这是第一幕 没有加竹子 那第二幕就是隔壁的这一幕 这一个洞 这一个洞一个洞就是一幕 那第二幕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加竹子 那我们用的是后加竹的短帧 细帧 就是细帧 在日本的书籍上面都是看到细帧 那台湾的都是写短帧 那这里 那这里 一样是 入针 推出去 勾线 拉拔 拉拔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竹子推进来 这是后加竹的 后加竹的 细针 好 这是第一幕 那这是第二幕 那第三幕的时候 就往 再往下一幕前进 那这里 因为它是刚开始 所以比较不明显 那你要看一下 这里是第二幕 木针的地方 那第三幕就是这里的 一样 玉针 勾线 加竹 拉拔 第四幕也一样 已经在细成了 第二幕 外面 或是 这么多的 它被迫不明显 然后再去 它被迫不明显 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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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入去 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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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鸡 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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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有的都是这样子 但是这里有一个就是间隔 这是已经完成四幕 第一幕是没有加珠子 那二三四 那第五幕的时候 我们又不要加珠子了 所以第五幕的地方是入针 勾线 不加珠直接拉法 这是第五幕的地方 那在第六幕的地方 比较特殊一点点 它是要在一幕勾两次细针 加针的意思 这一幕我们要勾两次 所以是一样入针 勾线 加珠 然后把这个洞再一次 就是表示这一幕是勾两次 那一样接下来要换下一幕了 这一幕是不是我们现在勾的 不要再入那个洞了 接下来是要入这一个洞 隔壁的洞 那一样就是加珠子的后加珠的短针 所以一样是入针 所以一样是入针 勾线加珠拉拔 那接下来的这一幕又是要 两颗组织在一起 再一个洞 所以一样入针 勾线加珠拉拔 这个洞再一次 那再来就是又恢复到一幕了 一幕一颗珠子了 但是这一个就是结束的时候 这一幕是不加珠子的 这样子是等于是一段了 然后那我们这个结束的时候 是一个不加珠子的 应该是说下一段的开始 因为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加珠子的短针 然后加一幕 对就是都是加珠子的短针 一二三 然后一个不加珠子的 然后再加珍的这个 同一幕勾两次 加珠子的短针 在单一个洞加一幕的 然后这也是一个洞加两幕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 又下一个循环的开始 我们总共会勾这样子三组的循环 所以一开始是不加珠子的短针 那接下来就是加一颗珠子的短针 那记得到这个三颗珍珠的地方 就是这两颗是在同一幕的 所以接下来这里都一样 那接下来这一幕是要勾两次的 因为两颗珍珠在一起的 就像一颗珠子的短针 那就这一次循环又结束了嘛 所以又要再一个不加阻止的 要下一个循环开始 第一幕都是不加阻止的那个短针嘛 然后到三颗珍珠的地方 第一颗是单独自己一幕 第二个就是两幕在一起 两颗一个洞勾两尺 最后一幕就是这两颗珠子 等于这个洞要做两次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第二段 好 这样子 就完成了 然后把洞有的地方 来这里 完成了 今天我们今天就完成了